這個地方呢再把它改成比如說 那個邏輯是這樣 邏輯是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是把它區分成 我剛剛寫的東西在這裡 VBA所以如果剛剛你有點 不是很熟的話你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怎麼寫 VBA部分 那我大概邏輯這樣 如果他的年紀是18到30 是 青年 31到65 是壯年 反之就是老年 不過呢這個數字其實已經慢慢在上修了 為什麼 因為以前可能 青年 發現好像應該未成年現在30歲以下吧 感覺好像就是那個 成年的年齡越來越往後了 那反而呢 老年的越來越往 也在往後 因為其實70歲看起來其實 保養得宜 看起來也 不完全 會有那個 那個樣子 所以 其實這邊我大概一個概括 就18到30 31到65 可能就青年 壯年 老年 那如果要多重的敘述的話呢 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特別注意 1 請你在這邊 就有個方法 就是你其實這樣 把這個if Ctrl C 然後1到這邊的話 Ctrl V貼上 那你這邊的話呢 加一個 El El就可以了 Elseif 其實在 VBA裡面也大同小異 只是VBA裡面他叫 Elseif 他不是 Elf 他就是 名稱上稍微差異啦 其他都一樣 我是覺得 也 就換一個 換一個 那再來的話 就是他一定要是 這邊是 我要判斷什麼 青年 青年的話 青年 以前 現在也慢慢那個 但年齡的部分 已經慢慢 越來越淡了 青年以前 有志青年 好像都很年輕 大家有記得 大概 20歲就已經 非常有年輕 有抱負 然後充滿了希望 然後每天都非常積極 每天出門一定就背著包包 然後 裡面一定有書啦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圖書館啦 一定要幹嘛幹嘛的 現在青年 好像一定 沒有書 只有手機 或者只有一個平板 是不是 每個世代不同 當然你也不能 要求太多 再來的話 就是說 這邊 你可能就是 要 如果等於的話 假設他已經滿18歲 就要考駕照了 有沒有 所以呢他一定要是 大於 等於 特別注意你不能說你把等於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是不合法的 不能寫前面 只能寫後面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我說老師為什麼不能等於大於 沒辦法 這規則又不是我定的 對不對 他固定就是定這樣子 那你就只能follow他的規則 OK 所以有很多時候你不要問我為什麼他這樣定 因為規則 不是我定的 然後 而且 因為他的範圍是什麼呢 必須是介於什麼 介於18歲 假設這個地方是18 18好了 他必須是這個方向 還有這個方向 兩邊的交會 這是30好了 才會是 所以這兩邊是一個交 交會的地方 那如果交會的地方 你就要用交集 交集的話就是and 那如果他剛好反方向 他沒有交叉的地方 那就連集 連集你就用偶爾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邏輯裡面呢 再加上and跟偶爾 其實大概就足夠了 真的 大部分其實你說 程式邏輯判斷 用來用去 大概這些 足夠把大部分的問題 通通解決 沒有問題 還有什麼 邏輯裡面 也不用 好像其他也都差不多 就可以足夠了啦 所以呢掌握最重要的 那and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打個and enter一下 其實這邊已經會自動幫你出現 and 然後and什麼呢 and他要 h要 小於 等於30好了 所以這邊把它複製過來 小於 等於30 這樣子的話 清年 那壯年的話呢 就是 大於等於 哪一個 你說這個 喔對對方向錯了 應該是這樣才對 大於等 對對對方向錯了 小於等於30 OK 那再來的話就怎麼樣 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Ctrl C Ctrl V 然後貼上之後的話 這邊把它改成壯年 OK那壯年的邏輯呢 他就是那個 壯年的邏輯 我們就是把它改成 那個 也是一樣類似啦 所以就是把 撞年 改成這邊 假設是31 然後這邊的話是到65 OK 不過這個年紀是大概啦 如果你不 像我發 覺得應該現在可能到75了 對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班上那個吳大哥 就是例子 他以 真的 程式部分的話 他現在還在寫 而且 而且是屬於有那個 跨 語言的能力的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這個 其實我覺得 反而就是一種 學習心態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改成壯年 那 一樣是end 最後的話呢 就是 剩下的就是 成年 老年 老年 OK 改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把它執行看一下 是不是 你答案 測試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是給他 50歲 Enter 壯年 正值壯年階段 當然 這個年齡層應該是 經濟 家裡經濟 重擔 的來源 有沒有 30歲到65歲 可能 又慢慢又要上修了 因為可能現在有些人 65歲還沒辦法退休 因為小孩子還沒辦法獨立啊 可能還要靠你 去養他 所以 那同樣的喔 如果說今天呢 這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特別注意喔 基本重點喔 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個上面的東西 複製 改一個EL 然後多個end OK所以以後的話 多重邏輯加 連擊的話 寫法是這樣子 然後輸出一個輸出一個 那假設我今天呢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那其實邏輯上面差異也不大 我們來改一下 看看有沒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喔 其實這樣放旁邊看就大概就比較清楚 裡面的話 第一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們剛剛不是也是Ctrl C嗎 這邊也一樣Ctrl C Enter一下 然後 Back到前面去貼上 只是說呢這邊要改成叫什麼 EL S L 那這邊是EL 這邊是ELSE啦 OK 其他沒有不一樣 這邊的話呢 就也是把它改個方向 大於等於18 空一格 一樣是end 所以你會發現兩邊 寫法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是一模一樣 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成 小於等於30 10 OK 然後這邊就改成青年 剩下來的話呢 就是撞年 撞年的話 如果你寫 寫好的話 這個地方再複製一下 Ctrl C 一樣的話 Enter 倒車到前面貼上 那一樣的話就把它改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31 這邊的話就是65 OK 那這樣的話呢 把這個撞年跟老年改完 這樣就結果就完工了 這邊就改老年 OK 兩者比較一下 看得出差異吧 所以以後說 看起來好像雖然是 寫 一個是 VBA 一個是Python 可是你會說 你有什麼太大差別嗎 對我來說 好像沒什麼太大差別 因為我單紋都是記得 他 兩個地方的語法 敘述稍有差異而已 其他地方我覺得 邏輯上我都是寫一致的 OK 所以剩下的部分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切一下 試一下 最重要一定要把程式打出來 剛開始可能會混亂 如果你不熟的話很容易 兩邊一邊寫一邊 有時候打這邊打那邊 常常會混亂 所以有的時候怎麼辦 記得 像雲 我會習慣把一些程式寫在雲端上面 主要原因是 有時候忘記沒關係 把雲端東西拿出來 再看過一遍 基本架構就有了 有了之後的話 你就反正就比較不會混淆 反正就是 還是有一些方法 幫助你記憶的 最後 其實慢慢你就會 越來越清楚 其實語言跟語言之間 並沒有隔閡的 而是 兩邊互相可以 看你要怎麼轉寫 就怎麼轉寫 然後另外你要找出 不同語言有不同的特性 不同的特質 特長 它的長處 那你就是用它 個別的長處去 做應該做的事情 齁 你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 這次是 你會不會說 是 你會不會說